江河湖海十仙季 咱们先来说说产自内陆地区的水产 进入到9月 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 新疆博斯腾湖迎来了秋补黄金季 一大早 渔工们就驾驶着渔船 向博斯腾湖中央进发 到达捕鱼点后就开始拉网捕鱼 今年这鱼的个头让渔工们很满意 一大早鱼工们就驾驶着渔船向博斯腾湖中央进发 每天我们拉的一二百公斤 农家拿的最多 基本上都是到下午了 还清空了 博斯腾湖水域面积1646平方公里 水产资源丰富 有草鱼 鲤鱼 鲮鱼等32种鱼类 年产量约4000吨